我們一起來祷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何等歡喜快樂 來到你面前敬拜你 謝謝你愛我們 雖然我們聚會人數不多 不許我們仍不夠努力喘福音 起立原諒 今天要透過團隊服飾的美好 敞開我們的心 臨敵你的話語 讓亞軍拉和百姬拉的服飾態度 也記憶我們去學習 並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這樣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子求 阿們 今天跟大家分享團隊服飾 我想也讓大家知道說 過去大概做了些什麼事 這是跟團隊有關 第一個這個是我們去關心董異議長老 那這個過程當中 在談話的過程當中 我就看到他非常感動 然後團隊的力量是很大的 大家代表力量是很大的 然後在祷告的時候 他就掉落淚 然後非常感動 然後很謝謝大家這樣子 那那個感覺就是那個團隊 那剛好那天是碧美姐 碧美還有我們的碧燕姐 就是我們收免團契 因為收免團契的負責的會長就是碧燕姐 那碧燕姐今天現在住院中 對 突然間 昨天去你等著看她 好 今天應該是住院 然後在檢查一下看你什麼問題 好 那不管怎樣 你什麼時候生病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 就他生病我嚇一跳 他就跟我說 請你不要告訴大家 不過現在全部人都說了 好 OK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是在祷告裡面紀念她 那我們不用去看她 我們不用去看她 就是在祷告裡面紀念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今天 明天要不要照一下潮燕燕姐 可以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這個董長老 那這個是阿賢姐 那阿賢姐她是胰臟癌的case 是一個很難治療的病 我先生也是胰臟癌的case 但是呢 他在這個生病的過程當中 他本來是非常憂傷的很擔心的 他說他現在已經超過他能夠 就是過了 他本來是醫生跟他宣告 大概只有半點時間 他現在已經過半年了 所以他說他現在每天都是N點的病 所以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就是這也是中癮團器的個人 大家一起來關心他 然後他真的是 你看中間最中間那個 最漂亮的那個就是他 那個是病的 你看 所以我就說 你看我們一位團隊的服飾就是那樣的美 所以他的感受到被愛 被愛被關心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我們的一個 所有的教會的 你看牧師啊 你看卵人老師啊 很多教會的長老長子之士 還有很多 聖歌隊的很多的人 大家一起來 那在這個地方祝福他們生命的美好 讓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更美好 那這是一個家庭禮拜 那一天真的是感受很深 大家很多人在一起 聚在一起 這個就是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很需要團隊的力量 如果當我們被愛的時候 當我們有軟弱的時候 有人來關心 那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這個部分 我今天說的就更大了 這個更大是什麼 結合所有彰化教會 各個各個教會的力量 你看卵老師也是在這個聖誕節 裡面很辛苦 你看卵老師也需要我們關心 他現在有帶狀靠症 那真的是很辛苦 睡也睡不好 然後吃也是很少 我看到吃也是很少 真的是很辛苦 你看從聖誕節一直忙忙忙忙 忙忙之後都沒有停歇 當天就去美國了 都沒有停止 這個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等一下 遇到那報答一下 報答一下 應該不會常常 對他吃豆豉 對他吃豆豉 OK 這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都需要這樣 大家一起來 你看那一天 哇那個人很多 很多 所以你看各教會 然後大大小小 有小朋友 然後有年紀大的 然後大家一起 然後要唱哈利路遙 哇那個感覺就是很棒 很棒 好 那我今天也是要來透過 今天我們來講這個團隊主事 因為我們需要團隊 我們需要團隊 我們所有做的所有事情 都要團隊 那我今天透過兩個 一個是舊約 一個是西列的故事 來講這個團隊的事情 那這裡講到說 摩西當時要怎麼樣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他會不會害怕 會 會嘛 怕那麼辛苦 超超害怕的 你看喔 一個人要帶領 你知道多少人嗎 他要帶多少人出去 以色列人要帶多少 蛤 將近兩百萬的人 其實他說男丁是六十萬 男丁六十萬 男生喔 男丁啊 所以表示那個是怎樣 還有誰 男丁之外還有誰 太太啊 小孩啊 還有一些老公啊 那個吧 老 老弱父 老弱父 對啦 你屬起來不是老公 老弱父 現在就是說 這個就是忍的時候 他是帶 枕兵帶隊 這樣要出去 他去想勒 用走路的勒 現在叫服飾很方便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 現在那時候不是這樣 他真的是向外 但是選人這麼多 老弱父 這麼多 又要給他六十萬 這樣是要怎樣 真的是很擔心很擔心很害怕 所以呢 他說 他說怎樣 我不死 我不死 然後呢 我們這句話有沒有常常講 每次叫你服飾的時候 喔 我不行 我不會 我不能 有沒有 這是我們常常說的話 每次請你服飾的時候 啊我沒有時間 我實在很忙 我重擔很多 壓力很大 很多時候我們是這樣的情況 那個摩西也差不多啦 也是很害怕 不過因為摩西的責任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更恐懼 所以他說 我是左口笨拙 你要跟我講話 那我要跟法老王站 這個法老王這麼優秀 我現在跟他站 哇 這現在很好了 所以我很擔心 所以呢 上面就跟他說了 欸 你現在信的是誰 你現在所有擁有一切 都是我為你造的 不管是口 嘴巴 眼睛 全部都是我為你造的 你要信的是我 是全能的神 是我帶你的手 不是你個人單槍一馬 那你還怕什麼呢 我要施給你口才 還要指教你常常說該說的話 你的話語都是從我們就出的 欸 他這麼一說 可是你知道嗎 摩西要不要 摩西說什麼 你要打發誰就去吧 看誰去就去吧 他要不要 他也是沒有 他也沒有 可是你看這時候 上帝就怎樣 生氣了 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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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你的哥哥立位人嗎 不是只有你啊 還有你哥哥啊 誰 亞倫 他要做什麼 亞倫可以做什麼 亞倫怎樣 亞倫能眼善道 所以亞倫怎樣可以幫他 所以亞倫可以當那個孔 當他的嘴巴 去跟以色列人說話 去溝通 去協調 那也可以去傳遞訊息 所以你要把他當作你的孔 然後呢 有沒有 亞倫要把你當作神 這樣子哦 所以你手裡要拿這個杖 然後好行神器 這個是什麼 摩西跟亞倫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看 團隊服事很重要是什麼 主角誰 神啊 不是摩西厲害 也不是亞倫厲害 是誰 神厲害 神啊 是神厲害 所以你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口才啦 能力啦 聰明才智 都不是靠這些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誇投自行的 但是能夠成事的 能夠成事的 萬君之焉法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成事的哦 是他哦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當你有缺口 當你不准說明 是說你不行的時候 神說是什麼 我要佛名的缺口 我要補 所以我告訴你哦 傳道有沒有很多缺口 有 欠東欠西哦 所以需要誰 需要大家 密門啦 需要密門啦 尤其是像你們這一隊啊 無法的故事啊 等一下你看 剛等一下我要講的就是 唯一對夫妻 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 那現在先講到 摩西跟雅勒這件事情 所以神會補你的這個缺口 再來就說 摩西跟雅勒的關係 其實摩西跟雅勒過去 好不好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兄弟嘛對不對 雅勒是誰 是哥哥還是弟 是哥哥嘛 那雅勒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上帝都對摩西說話 雅勒會覺得 你嫉妒 說真的他也嫉妒 後來他才慢慢修正 所以後來呢 摩西跟雅勒關係才會互動才會好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 譬如說誰跟阮老師比較好的 我們會不會嫉妒 所以有時候也會記憶啊 傳道跟誰最好 你也會嫉妒啊 是誰 有沒有就是有些時候 我們在同工關係上覺得 我好像沒有被你看中 你都在看他都沒有看我 我們都喜歡被看中 我們很多時候被漠視的時候 就覺得我們受不了 那雅勒也是覺得他被漠視 他也覺得受不了 在憑法面前他受不了 所以就不要認識你 因為成就在神 在我們是誰 真的是這樣 所以 所以摩西跟雅勒這個關係 要彼此能夠 摩西 摩西要去了解這個雅勒的需要 雅勒也要去聽這個掌權者 因為他是領導者 摩西是領導者 好 再來就說 領導者一定要很有擔戴 所以我要很有擔戴 代表艾卡 然後要做決策要果斷 要果斷 而且目標要非常明確 不要靠自己聰明才是 然後靠上帝的大名在我們當中 我們才能夠把任務一樣要達成 所以我期待 今天聽了這個講到之後 我們真的是 等一下來 我後面有說到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一起來 一起來完成 再來 葉退羅 你知道摩西在這個過程當中 葉退羅他怎麼樣 葉退羅他看到摩西要帶領這些人 實在是 你知道嗎 要帶領這麼多人出去 他們會怎樣 會不會吵架 每天都在吵架 有一些肚子餓 有一些是糾紛吵架衝突 然後做人處事 法律也什麼沒有規範 反正就是亂整一團就對了 他真的反都反射 每一個人都要找他 兩百多人都要找他 他有沒有辦法做 很難 所以 這個 以後法就請那個 葉特羅 葉特羅是他的誰 岳父 岳父 告訴他說 你不能這樣 你要怎樣 你要下方 你的領導權 要下方給下面的人 所以他就叫他們怎樣 他說 你要把上帝的律例 教導他們 教導他們 然後告訴他們 做人應該怎麼做 處事為人之道 這個要怎麼做 你要先去做 去教導 你要把上帝的話先教導之後 這些人民才知道怎麼樣遵循 然後才不會一直在吵架 所以我們一定要定法律 定規定 有沒有 我們現在國家也是有 法律跟規定 也是要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 以色列人也是一個國家 要帶出場合 也是一樣要制定這些 所以你知道嗎 當時的社會 你就開始制定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行政組織的效率非常好 要不然怎麼能夠帶領這麼多人 不可能 所以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他就叫他們說 一千個人當中有一個領導者 一百個人 大概還有一個領導者 五十個人當一個 甚至十個人就一個單位 這樣子領導者 成成負責成成領導這樣子 那很多事情就不用到佛西身上 先這些小 member 可以OK的時候 慢慢的上報 比較重要的上報 然後十 然後五十 然後一百 然後一千 然後到摩西那裡就是最重要的 最緊急的需要處理才處理 這樣之後他就不會那麼累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摩西到底怎麼樣帶這一色列人 所以他一定要怎樣 有領導者 所以領導者要很多的領導者 所以我們裡面 像有敬拜團對不對 有什麼愛恩 有送恩 還有什麼敬拜之一 還有什麼青少器 我們有這麼多的團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分工 分工 大家分工 那還有很多像接待招待 還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的 還有那個什麼色情的部分 全部都是需要的 所以這個東西都很重要 然後他要管食衣住行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然要吃什麼 那麼多人出去 餓都餓食 然後路上去哪裡吃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天在地變人 遇到的時候下雨的時候怎麼辦 會拉帳篷怎麼辦 這是榮母民主這樣子 真是很辛苦 我現在頭一想都覺得很 覺得這個都要怎麼帶出來 這個真的是神蹟 這真的是神蹟 而且你說經過那些曠野 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看怎麼辦 當然後面有很多故事 所以要去看 初愛機機要去看 很精彩還是要看得鋪電影 要不然就先去看那個初愛機機的電影 一看就一目了然 把所有事情都可以看清楚 所以摩西在做這事情的時候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所以這個需要很大團隊的力量 一起來完成 這個完成的時候 這個團隊的任務達成 這也是摩西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這很重要 那我今天再來從舊約裡面 講到這個西約另外有一隊的人馬 你知道摩西是舊約很大很大很重要的人 那請問這個西約裡面很重要的人 都在傳出一個是誰 保羅 這保羅 如果沒有保羅 看也傳不到我們這裡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保羅 那今天這個故事是記者的第二次 他在宣教的過程當中 其中一小段 我今天只要講這一小段 沒有辦法講一大段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我先說一下 這一段我們看一下 第二次保羅要走的過程 是從安提拉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右邊 剛剛我看的這一個 這一個安提拉 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安提拉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來看 道居比錄 再看他的傳遞的過程 我們來看基利家 然後大樹 這個地方特米 那你也看到有人物的那個就是什麼 童風慢慢的出來 那我們看 因為這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這一段 這一段先跳過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他是這樣走的 路斯德 然後呢 以歌唸 然後徐希底的安提拉再過來 亞西亞再過來 他到底沒所 後來又沒有去 然後他又去哪裡 佛里加 然後加拉泰 然後再看他要走 走到美西亞 然後在屁肺里 然後也是一樣 再經過這邊特羅亞地方 然後再哪裡 就到馬其頓 所以有一個馬其頓的呼聲 有沒有聽到 然後這裡從特羅亞這邊我們再看 這裡有一個路加 提摩泰 希拉保羅 是他們一起宣教的人 這些人 這都不是我今天重點 然後這裡 他們都走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 他們到那個什麼 薩摩特拉 這個地方 然後到尼亞波利 然後到佩利比 然後再到這個 貼薩摩利加 有沒有看到 貼布拉前出 就在這個地方 貼摩泰 希拉跟佩利亞 這個地方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下面這一段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 我們沒有講 你們再去看聖經就好 然後來看一下 從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從宣教的安提阿一直開始 一直繞繞 然後繞到下面來的地方 然後到雅典 我們今天要講的地方是雅典 就是他們從保羅 他從雅典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雅典 你看到保羅在這地方 然後保羅從雅典 你看他就離開 然後到哪裡 就是到這個地方來 看到哪 到哥林多 所以到哥林多 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 他到這個地方來 就遇到一個流胎人是誰 雅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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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雅居拉他是生在那個本都的地方 在這一點的地方 在本都 然後呢 他因為那個格勞丟啊 那時候呢 猶太人怎樣 全部都被趕出羅馬 所以他們就沒地方去 他們就跑到那裡來 跑到這個 哥林多來 他們到這個哥林多 然後呢 保羅呢 這個時候從雅典到哥林多的地方 他就投靠誰 投靠誰 雅居拉 我們就投靠雅居拉 好 那雅居拉在幹嘛的 雅居拉是什麼樣子 他在做什麼 作戰很為業的 然後 保羅呢 保羅是不是做這個 保羅也是在做這個喔 保羅也有在做上 所以他跟他是怎樣 同業 所以呢 就跟他們怎樣 一起同工 然後一起住下來 一起做這些事情 所以一起做工 做多久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做多久 好 沒關係 你來我講 只要是禮拜天 平常一到五的一到六 可能都是怎樣 都在做帳篷 維繫生活 因為要賺錢養家 所以要維繫生活 後來呢 他們就 他只要禮拜天的時候 他就到會堂裡面 怎樣去做什麼 去做禮拜 去做禮拜 就拜禮拜 然後去 對猶太人 對希臘人怎樣 去傳福音 他都做這個事 保羅因為 祭耶穌之後 生命就改變了 他每天的事情 就是要做這個事情 好 那保羅呢 他又住在 住在那個地方很多天 其實他們 這個中間還有一段 一段路 他們只能夠在那個地方 住了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然後就在那邊多住幾天 他們就辭 辭掉那個地方 然後就要到敘利亞去 那 那百吉拉 雅吉拉 雅吉拉 跟那個百吉拉 他們兩個 然後那個 保羅要離開的時候 在那個什麼 堅得嶺的地方 他就剪頭髮 他就許願說 我有機會 我可能會 還會再回來這邊 然後保羅就把他們 留在那個地方 就到 保羅就到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保羅他們就到以弗所 還有雅吉拉跟百吉拉 他們一起過去那個 然後到以弗所的時候 他們分開了 他們 留在那個以弗所 然後保羅 找到下面去 那 所以他們在那邊 住了幾天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來 他們就辭別他們說 神若許我 我還要回到你這裡 於是開船 提了以弗所 在凱撒利亞下船 舊上爹路 他們去 問教會安 隨後下安提阿去 住了真些日子 入禮在那裡 哀是經過加拉泰 和佛頂加地方 堅固眾成圖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看到 這個他們從 哥林多 你們看到 然後從哥林多的時候 就找到這個以弗所去 到以弗所之後他們 雅吉拉跟百吉拉跟他們 就分手 然後呢 那個保羅就從這邊地方到這個 南的這邊 凱撒利亞 他就下到這個地方來 那在凱撒利亞之後 就經過耶路撒 然後又回到這個敘利亞 然後又到安提阿 然後又開始走 走到加拉泰跟弗里加 有沒有看到 就是用這樣的過程在走 好 這是聖經剛 我們看到的故事 那另外有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遇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亞波羅 亞波羅 他就來到這個 亞波羅來到哪裡 以弗所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地方 他是亞波羅在以弗所 那剛剛 亞吉拉跟百吉拉在哪裡 是不是也在這裡 平流對不對 他跟那個什麼 保羅分開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 跟那個在一起 好 那這個亞波羅呢 他是怎樣 生在這個亞歷三大地方 他是很有學問 而且很能夠講解聖經 可是你知道嗎 他對聖經怎樣 了解只有 了解約翰西里的這個事情 可是他對耶穌 活上了解 不是很了解 他會講聖經 那 可是他就是怎樣 他領受到這個神的道 就是他從這個約翰 施行約翰那邊 得到這個道 所以他就 喔 一聽到 他有感受到被愛 被神所愛 所以他就覺得說怎樣 他就很願意傳福音 所以你看喔 亞波羅這個人 你看很特別 他很聽得主的道 他就開始怎樣 領受這個神的教導之後 他心裡就火熱 火熱就做什麼 開始傳福音的 那我先問你 我們信耶穌多久 那你有沒有這麼火熱 去傳福音 你敢不敢 而且你敢不敢放膽傳福音 有些人當基督單二十年三十年 還沒有開口去跟他傳福音過 你相信嗎 很多人 還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 我只是要挑戰你們 人家亞波羅 領受到聽到道 心裡的被神改變之後 他就開始去傳福音了 而且那時候還對耶穌還不是很了解 他只有聽過這個施行約翰說的話 他就去做了 然後他就相信說耶穌就是這位神 你看他就是不一樣 好 那你看他這裡面講到說 他在會堂裡面放膽講到 然後呢 雅居啦跟誰 白居啦 他們怎樣 知道說他只懂得施行約翰這些事情 但是他不認識耶穌 對耶穌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 這對夫婦怎樣 開始怎樣 傳遞什麼 耶穌的信息給他 講解 跟他講解 所以你知道嗎 他又了解耶穌的事情之後 他更放膽 又開始去傳福音 然後又跑到那個什麼 雅嘎雅去 我們來看看剛剛的立章 雅嘎雅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嗎 他跑到雅嘎雅那邊去傳福音 然後告訴他們說 他要把彼徒索 然後到這個地方反送 雅嘎雅這個地方 他就叫他們寫信給他那些信徒 跟他講說 你這些這些人啊 你要接待他 這個雅波羅在這個地方 你要好好接待他 然後那個地方 很多人就信徒 開始就信徒了 所以你看他在很多時候 猶太人都在反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佛島 跟猶太人 然後這裏列書 列書就是基督 這個就是雅波羅的事蹟 那我們看看 這個扳基拉跟雅居拉 這一個 他們夫婦所做的事情 就是做很多接待的工作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人 在羅馬圖裡面記者 另外一個人叫菲比 那菲比他是尖格林 我剛好跟大家講那個尖格林 你還記得那個保羅 在尖格林的地方剪頭髮 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 在那個哥林多那個位置 然後在那個地方剪頭髮 那他們怎樣 菲比這個人 也是在這個監督裡 就要當主事這個人 那保羅就希望說 你們要去接待這個菲比 那菲比也是一個愛主愛神的人 他也是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所以他也是常常去幫助別人 那也幫助保羅 所以保羅就叫他們怎樣 要去接待他們 那就也跟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對這個百姓 人家跟亞虛亞你們要問問安 他們在基督耶穌裡與我同工 所以你會知道說 團隊服事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是誰 來團隊裡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是誰 是耶穌 人家跟神同工 人家跟耶穌基督同工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他說 這個亞虛亞跟百姓亞他們是怎樣 把他們的生命都置之度外 為了傳養福音 他們願意把這個生命置之度外 你看這個傳福音的那種 那種為神擺上那種生命 舌基 這種舌基跟主耶穌就是 他信耶穌之後 他生命就那麼大的可怕 跟神同工 那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亞虛亞跟百姓亞 我們從這個他們的生命 已經看到什麼 他們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神 如果能夠夫妻一起同工一起服侍 有沒有很美 有 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像 對你們家除偶像的可以做了 那我就在想說 以後你們家或許可以開幸福小組 好 我在想 我覺得你們家很漂亮 很適合開幸福家做 去到你們家就覺得婚姻幸福美滿 對 對對對 好 那那個誰 鄭醫師跟蘭老師家 你看他們家也是都在開放 他們家不知道經過了無數 我像上千人在他們家走動 這過去一批 再另外一批再進來 人出去 另外一批再進來 一直在做接待的工作 不管內外國際 他們家是國際場所 有沒有 美國來的 日本來的 都到他家去 還有很多的牧者 牧長也都到他家 然後那個什麼 立委啊 什麼委啊 憲府人員 很多的高官也都跑到他們家去 所以他們家 什麼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所以 那就是夫妻一起同工 一起服侍 那多美 然後都在他們家查經 然後一起敬拜 還有送醫院的人都在那邊訓練 茶經班 各種茶經班 都美 如果我們教會 沒有這麼多家庭便利 這樣開放 那是不可能一件事情 真是很好 就是我會期待這樣子 以前我們的家 我先生在的時候 我先生在的時候 我們家也都是開放給張基 然後張基有小組團 去都到我家來 以後你們到我家也OK 成立一個小組織也OK 我煮飯 你們吃都快要混 OK 好 但是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亞基安跟百姓 他們也是開放他們的家庭 然後接待所有的 只要跟傳福音 願意傳福音的 他都是接待這些弟兄姐妹 所以他們家就是在訓練栽培的地方 就像那個倫老師家 這樣子 訓練栽培的地方很棒 然後他們為亞波羅也是一樣傳養 然後讓他們認識耶穌 然後從他的身體裡面 然後到死亡裡面 然後到復活這些很奇妙的事蹟 他都一樣一樣的告訴這個亞波羅 所以讓亞波羅怎樣 他就訓練他 亞波羅就出去戰爭了 就出去戰爭了 就出去戰爭了 就出去傳福音了 所以這個都是層層關卡 一個環節沒有就沒有了 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跟你講你很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 那他接待了還有接待非比 外邦人他也接待了 所以他接待到他率益付出生命的代價 他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入外 這個是一個率益擺上的一個生命 我們也要來這樣學習 然後他跟保羅最少18個月 這聖經上記起來18個月 而且他在那多住了幾天幾天幾天 所以保羅跟亞基拉跟百姓 他們就去都住在一起 所以其實那個關係是很輕的 18個月裡面 一年多快兩年 一年多的時間 這樣子彼此的分工合作 然後打戰 這個都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很多時候 他就專門做維生的工作 讓保羅全直接都出去 好讓你出去傳福音 然後他自己固守家庭 這樣子 所以很不容易 我對這對夫婦非常的佩服 非常佩服 好 那我現在要說 到底華麗堂呢 我們要來作夢 開始要來作夢 我們說今年我們要增加多少人 20個人 聚會要增加20個 我現在看一下 今天應該50幾個人 還不到60個人 今天我這樣看還不到60 所以很重要 不用40個人 所以今年目標應該要到怎樣 70 70幾個 要70幾個 如果要增加到10個 因為我們今年平均 我們還算不過大概14 就是最近9月到12月 我這樣算大概50幾個人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把人數增加到這麼多人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意向 一定要夢 然後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推 一定要落實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什麼 禱告的方法 我們需要禱告 我們需要禱告 我看慧琴雲指示 常常跟我提這件事情 那個慧琴雲也常常跟我提 慧琴雲姐 好 這麼急 真的是我們需要 在禱告裡面擺上 禱告裡面擺上 有感動的 我們真的是需要擺上 然後我們起來為這個 華語堂來禱告 這很重要 再來就是光盤工作 探訪工作 還有陪伴讀書的工作 陪伴就是聖經培訓 氣氧造就這樣的訓練 然後我希望說 我們希望我們還能夠開過幸福小組 那我很期待 那個校長 你們家邀請 邀請 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是像邀請你的好朋友 都是目到的 然後我們一起 一群同工 去你家帶你 我相信文老師一定會很高興 也會很喜歡 文老師家也可以帶 也可以有小組 沒有關係 反正就多成立幾個小組 那個小組裡面把目到都帶進來 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很讚 好 讚也是 在這個小組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做信仰拜佩 最近我也在也是陪讀一些的 聖經上的陪讀真的很重要 能夠這樣子 然後慢慢把自己的生命 慢慢的越來越向神 當然人跟神的關係越好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會越好 當人跟神的關係沒有關係的時候 他的生命不會有太大的東西 因為那個價值 看眼睛的價值就不一樣 再來 我們也需要敬拜佩美 敬拜佩美裡面 我們也需要訓練 不能都是唱歌的時候不能夠怎樣 都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唱歌一定要練習 不可能都沒有練習 然後就可以帶敬拜神 我相信他們都有練習 沒有練習不可能像這樣 今天這樣子帶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訓練 一定要訓練 怎麼樣帶也更好 然後讓我們的靈 然後帶到神面前去敬拜 然後讓我們每個心都敞開 然後被神交換 被神充滿在我們裡面 然後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能夠好好的 與神味交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問你 有誰願意參與敬拜這樣 等於是 這時候再給接受訓練 貴女子是不是可以幫忙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讓你練習擺散 可以來帶給他 好 再來 我們的需要 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 木道友 需要別人關懷 那我們需要你的參與 大家一起來參與 再來就是聖經朋友 也需要人 我相信很多人演技在做 默默在做 那我們可以有更有性的能力 再來就是需要代表人 我們是需要你 然後我們需要關懷 這個剛剛我們有講過嗎 我就是需要這些人 然後成立 那幸福小組也需要訓練 然後讓每一位人都可以成為一個 精兵啦 基督的精兵可以做功耗 然後最後 我要說 傳福音的功能在哪裡 主說 我要用 我要用 願意 願意 OK 謝謝 請問說你了 好 請問說你了 好 好 我現在問你喔 主要用 你願意嗎 聚業舉手 給自己願意的舉手 哎呀 太讚了 好 請讓一下 非常棒 非常棒 那我們花語堂有希望 真的有希望 那我希望 來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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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什麼 意下意夢 第一個 我期待 不管你是誰 你在花語堂裡面 一個人有一個服飾 做什麼都好 一個人有一個服飾 或者是 接待的 收錢的 我們要類似的 或者是掃地的 或者是 發單張的 反正不管怎樣 我們一個 一個人都要有一個服飾 用這樣的心 一個人有一個服飾 所以很重要 譬如說 攝影也需要一個人 PPT也要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PPT要很多人 這個也要很多人 都輪流 然後敬拜這個人很多人 代打也很多人 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選一個 我們 我們以後 會把所有 目到的名單 都列出來 然後 為每一個目到的名單 你自己 為這個人 一直禱告 我相信上帝自己 會洞偷 在這個人身上 從目到人 然後慢慢變成一個金屠 慢慢代 這個生命需要慢慢的代 需要這樣慢慢代 一個 你就是關心這個 只要一個人關心一個 這樣不會負擔太壯 好嗎 不負擔太壯 一個人代 一個 可以嗎 可以 一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譬如說 你們愛 愛 恩 你們現在有六個 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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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 類似這樣 這樣 那個團 就連連連豐盛 這個是我們 有這樣的使命 跟大家都要有這個使命 然後呢 有人願意開放家庭 然後讓 成立幸福協助 那 我要說 我要說 只有你付諸愛的時候 你的生命才會移 才會有價值 只有這樣子 那最後我要講 只要你便宜為主所有 你的生命 必定你別難得更豐盛 但是我要說 當你不願意被上帝佑的時候 我要跟你說 你的生命會比較枯竭 為什麼 因為你得不到豐盛的感覺 只有付出 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這樣子 你愛人你就愛你 你不愛我 我跟你就沒關係 是不是這樣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需要怎樣 互相在一起 如果你把自己關起來 別人就跟你關起來 你不打開心 不躺開心 別人跟你距離就是那麼遠 所以人需要進入到他生命裡面 他的生命才會跟你有關係 所以你知道嗎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關係的人 他們生命都會過得很美好 可是你都不想要跟別人打交道 你會發現你就是很孤單 好 你就是很孤單 你不會慘慨自己 跟別人有生命的交流 那個心靈的交流 那個才是最重要 我期待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的生命裡面 是要這樣被付出 團隊服事是件很美的事情 只有我一個人在喊 沒有用 沒有用 要團隊所有人一起 大家一起來 才是美的 好不好 你用這樣來敬禮一首 好 那可能現在 我們要來唱一首歌 我們來 請 敬拜 就是婚禮師 這首歌大家都會送 會唱 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們也會唱這首歌 這首歌我很喜歡 那 我們所有的服飾裡面 就是 與神同功 與神同功 音樂也有同學 這首歌大家都很順心 好 然後我們請放那個 詩歌 PVD PVD幫我們放一下 滴滴與我同行 因你與我同行 我就不會忽忌 我就不會忽忌 我就无悔绝望 魂法般若重 有你慈安 我就得很强 尽头发我未言 独间破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用光向前 愿我说心不忌 愿我说离几遇 处处留下 有你风在你耳边灯净 尽头发我未言 独间破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用光向前 愿我说心不忌 愿我说离几遇 处处留下 有你风在 你耳边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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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耳边灯净